是说你还要去考虑到论年的规则 而且规则还要是什么 演算法是if 而且是或就是 西元年 如果能够除以400 整除的话 或者是呢 西元年是四的倍数 但不是100的倍数 这样子的话就论年反制就平年 OK那你用VBA也可以写的出来 只是说你光想这些问题的话 你头就很大 OK但有没有if 那这种写法是 C或者是java 就是if然后中间一个是小刮壶 然后中间可以是也 或的话呢是 两杠 数数方法 如果VBA的话就是 什么样的条件写中间然后中间的偶尔然后哪个条件 然后我们不过如果是java的话或者是 其他那个像c的话c++的话就是用大刮壶 那执行什么 就是论年那你可以做后续的演算 大概有这个规则 目前我们大概就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 第1个就是几岁 其实几岁就是y 几个月就是 就是就是什么 就是ym 几天的话 就是md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这三个公式 放在这里面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第1个你可以 插入一个函数 然后yava跟着一下 直接用date 这个没办法插入函数 等于什么 等于date 所以date dif 钱瓜糊 他的生日 比较前面的 逗点跟什么 哪一天比呢 跟今天比 所以今天的话那当然我可以直接打个today 这边有个today ok 然后 他不用 后面任何引数 所以小瓜糊 逗点 比一个y ok 那这样的话呢比出他的税数 之后后面还在串什么呢 几岁呀 然后逗点 n个 几个月 又几天 所以我的习惯是 把这个 字串先复制之后 放到这个后面 所以and 记得一个公式 然后再加一个and 然后一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贴上 那你可以先打勾一下 这个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所以打勾 他会是44岁 这两个n 那这两个n怎么处理呢 把这个公式 直接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两个n的位置 不过呢 我们后面是ym 所以你贴上之后改ym 这个改ymd 那就完整 不过特别最后 他现在是完整的字串 你要把它 放一个公式在中间 这个逻辑跟之前那个vba很像 就是 一样要把它 先切开来 用串接符号 然后再把公式放进来 那差别是说vba里面的那个and 前后要空白 这边不用 那一般的习惯是 把n选起来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and 再移到中间 我的习惯反正就 也许你可以记口诀 如果你 记不记 反正就先打两个 双引号移中间 and的两个在移中间 再把什么呢 公式贴上 那vba的话是 放个i就可以了 或者放个变数 这边的话ym OK打勾一下看一下 月份就出来了 然后呢 再几天的话呢 一样 把这个公式太长了 先 Ctrl 这个 先选n 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 and的再移到中间 贴上这个公式 把这个改成m d OK 其实 用dative的好处啦 其实就是 你可以不用去想很多 反正他都已经帮你弄好了 你只要知道 哪一些 这个参数 给什么参数 他回给你什么 那背后当然他就已经帮你处理完了 处理完之后打勾之后 向下填满 基本上做出来 我想应该都是 基本上应该是正确的啦 因为dative里面 他会帮你 去掉你可能觉得很麻烦的 像 刚刚的那个 平年 热年 还有那个 月份 不一样的 相关问题 OK那最后做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出 精确的 年月日 好 那待会当然 一样我们 也许可以做个 VBA输出啦 VBA输出有个问题 就是说 在VBA里面 几乎 没有一个函数可以取代 dative 有相 类似的 但是没有办法 完全取代 即便要取 取代可能要重新写这个程式 所以如果说你要用VBA完全取代 那导布怎么样 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干脆 如果你要真的要做 不如你把把这个公式直接输出到出存格里面执行 但是会遇到一个问题 你要如何把这么长一串的公式 用VBA输出 而且呢 他 这里面的资料也会跟着每一个每一个去做 抓资料的变更 假设我今天需要一个按钮 他按下去自动帮我输出全部的公式的话 该怎么做 也许在旁边然后我们练习在这边输入VBA 然后呢 如果我旁边需要一个按钮 按下 这个地方帮我输出 OK 不过输出的话呢 不是输出最后的词 而是我希望干脆就把公式输出到这个格子里面 要该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利用dative 帮我们 解决 可能觉得麻烦的事情 呢 不